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挺有趣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谈谈人民币的汇率 它最近跌到了四个月的低点 踏起来交易者们都在期待北京会用一个较弱的原来帮助经济增长 而在农产品进口方面 中国海关对外国玉米进口说慢一点 这是为了缓解国内供应过剩 并支持农民的玉米价格 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压力也在增加 尤其是在技术出口方面 美国要求韩国对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出口实施限制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些特殊建筑 这些看起来像监狱的建筑 其实是为与燕而建的巨型鸟窝 用来收集他们的唾液建造的巢穴 建造的巢穴 这巢穴被用来制作燕窝汤 一种在中国被认为具有健康益处的美食 而在金炉世界里 美国联储表示不急于降低利率 这样市场的预期发生了变化 另外中国通过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来扩大其影响力 关注的动向 最后我们还要提到一些热点话题 比如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在全球市场的竞争 南海行为首则的编写困境 以及新加坡对加密货币监管的加强 对这些新闻不仅展现了各领域内的发展和挑战 也揭示了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复杂性 从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计划 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可能的政治回归 再到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 这些故事背后的细节 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将带你深入了解这些发展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以及它们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在全球进入市场上 中国原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再按价格已跌至四个月低点 几乎触及中央银行允许的交易范围底线 这一迹象表明 交易者们预计北京将依赖一个较弱的源来帮助复兴增长 尤其是在缺乏大规模刺激措施的情况下 这反映了更广泛的亚洲趋势 既在美联储表示不急于放松政策的背景下 区域货币普遍面对美元的压力 与此同时中国海关官员也对农产品进口采取了新的措施 腾博社进一步报道 中国海关已要求一些交易商限制外国玉米进入保税区的数量 以缓解国内供应过剩并支持农民的玉米价格 交易商通常通过将玉米与其他成分混合 并加工成动物饲料的方式进口 从而以较低的关税进行进口 然而限制外国玉米进口的举措可能会对全球价格产生压力 尤其是在美国和巴西供应量已经对市场造成压力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已经介入购买玉米进入国家储备 以努力支持价格 在技术出口方面 美国对中国的压力也在增加 腾博社报道称 美国已要求韩国对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出口实施限制 类似于美国已经实施的限制 美国希望限制流向中国的高端逻辑和记忆体芯片生产所使用的设备和技术 美国官员于3月份与韩国政府讨论了这一问题 虽然美国希望在6月的G7峰会前达成协议 但韩国官员正在辩论是否遵循这一要求 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关键的贸易伙伴 综上所述从货币价值到农产品进口 再到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 中国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面临着多重挑战 这些动作不仅影响着中国内部的经济策略 也对全球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这些事件的进一步发展 国际社会将密切关注这些政策变化 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 在印尼婆罗州的偏远村落中 有些建筑看起来就像是监狱 但他们其实是为了一种名为羽燕的小鸟而建的巨型鸟屋 纽约时报的报道揭示了这些鸟屋的秘密 羽燕会在这些建筑内筑巢 而他们的巢是用自己的唾液建造的 这些巢掘被收集起来出口到中国 在那里他们被用来制作燕窝汤 这是一种被认为具有健康益处的美食 这一切都发生在遥远的地方 但却与全球的美食文化和健康观念息息相关 而在金融的世界里 彭博社报道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最新动向 联储表示 由于经济加强和通胀下降的不确定性 他并不急于降低利率 市场已经理解了这一信息 对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六月会议之前降息的预期 从两个月前的几乎肯定会有三次降息 降至现在的五五开 然而持续高利率造成的金融事故风险依然存在 尤其是如果高利率导致公司已比过去几年更糟糕的条件重新融资的话 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平衡是多么的脆弱 在国际关系方面 日经亚洲报道了中国如何极有与东南亚国家加强联系来扩大其影响力 中国本周接待了东利问老沃和越南的外交部长 这是中国加强与正逐渐与美国疏远的国家关系的举措之一 此举仅随印尼总统当选人 土拉伯沃苏比安托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 他在会面中表示 中国准备加强与印尼的合作 由于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增长 中国已在东南亚国家协会 ESN的公众舆论调查中超越美国 成为首选超级大国 这些故事从遥远的印尼婆罗州的羽燕鸟屋 到美国联储的金融策略 再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 展示了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 无论是经济美食还是国际政治 每一个动作和决策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出影响 这正是当代世界的真实写照 在近期的金融与科技领域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南海行为守则的编写困境 以及新加坡对加密货币监管的加强 都成为了热点话题 这些事件不仅反映了各自领域内的发展和挑战 而且也揭示了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复杂性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中国的电动汽车EV制造商 在经历了年初的缓慢开局后 在三月份迎来了强劲的交授表现 比亚迪公司BYD Co 2023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商 其销量同比增长了46% 达到302 459辆 其中纯电动汽车占了139 902辆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汽车制造商 包括理想汽车 蔚来汽车 和小鹏汽车 也报告了三月份交付量的大幅增长 增幅在14%至39%之间 相比之下 特斯拉第一季度全球交付量预计为449 80辆 较上一季度下降了7%以上 中国品牌的强劲表现归功于比亚迪的电动车价格债 以及小米首款电动车的受欢迎等因素 三月份的初步数据显示 中国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零售 在地缘政治领域 据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海洋专家吴世存表示 编写南海行为守则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国家间的相互信源 导致实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进展停滞不前 从而为制定行为守则带来挑战 吴世存还指出 各主张国之间的相互信源 期望差异 进一步复杂化了谈判过程 在金融科技领域 据域京亚洲报道 新加坡的金融监管机构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s加密货币领域的反洗钱规则进行了加强 ms 引入了对金融监管的变革 扩大了其监管支付服务的范围 旨在对用户保护和金融稳定性要求进行规定 数字支付代币服务提供商或加密货币参与者 如果目前没有获得许可 必须在30天内通知E1S 从4月4日起6个月内提交许可申请 这些报道反映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推动科技发展 维护地区稳定以及加强金融监管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无论是在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 南海地区的和平与合作 还是在加密货币监管的加强上 都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协调合作 以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 在当今这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国际舞台上 各国的政策和决策都在影响住全球的经济和政治格局 从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计划 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可能回归白宫的影响 再到中国新经济转型的步伐 这些事件背后的故事和细节 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 奥N气扩张计划遭遇了来自美国制裁的阻案 这让其从北极要面积二项目的出口遭到延迟 该项目于去年12月开始生产 但由于制裁的限制 至今未能出口任何天然气 主要股东纳维的全本计划在三月底前开始交付 但不得不大幅降低产量 该公司正与中国买家谈判出售其首批出货 但由于担心美国的报复 出货时间仍然不确定 仍然不确定 俄罗斯到2030年将NG出口量增加三倍的目标 因美国的制裁而面临困难 日经亚洲的报道则带我们关注到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可能的政治回归 如果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 他对中国的更加对抗性的态度 以及可能削弱北约的举措 都将带来更多的风险和机遇 到特朗普在中东的稳定作用 以及墨西哥在边界安全和贸易政策上的新协议 也是值得关注的方面 而彭博社再次为我们揭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新动向 铁矿石价格下跌至每吨约100美元 反映出中国商品市场正朝向新经济转变 这一价格下跌是由于房地产危机持续发酵 尽管其他经济领域显示出复苏迹象 中国对可再生能源和先进技术 等新的增长动力的推动 意味着铁矿石未来可能在经济中半渐较小的角色 他近来看对铁矿石的需求引发了关注 预计未来几年价格将会下跌 这些报道不仅展示了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微妙变化 也切实了国际关系中复杂的利益纠葛和前景预测 从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到美国的政治变局 再到中国的经济转型 这些事件背后的故事和细节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理解 在当今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中 从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到商业领域的激烈竞争 再到经济发展的新策略 各种事件正在塑造我们的未来 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些发展 并了解它们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首先 这汤汤汤汁报道了 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的第二托马斯礁周围的危险对峙 这一地区的争端不仅涉及到两国的主权争议 菲律宾坚称该交是其大陆家的一部分 而中国则声称该交是其在整个南海的历史性使用范围内 这场紧张局势的升级有可能牵涉到美国和日本 凸显了任何冲突可能带来的后果和风险 这不仅是一场关于领土的争端 更是一场可能改变区域安全格局的较量 在商业领域Yahoo US报道了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另外在2024年第1季度的电动车销量下降了43% 与2023年第4季度相比 这可能意味着特斯拉将重新夺回全球最大电动车销售上的头衔 特斯拉预计在第1季度的销量为458500辆 较2023年第4季度下降了5% 正准备主导中国市场力 正准备主导中国市场 这场竞争不仅展示了电动车市场的激烈争夺 也反映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变化和发展 最后Bloomer报道了中国最大的银行 中国最大的银行ICBC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签署了合作协议 提供3000亿元人民币约410亿美元的融资 以促进国家旅游业的发展 这一举措是在中国经济面临通缩压力和房地产危机的背景家提出的 目的是通过振兴旅游业来刺激消费支出 尽管2021年国内旅游次数显著增加 但人均旅游消费仍低于疫情前水平 这一策略不仅展示了中国政府对经济复苏的重视 也凸显了旅游业作为经济增长点的潜力 这些世界和发展从地缘政治的举例到产业竞争再到经济策略的调整 共同绘制了一幅复杂多变的全球局势图 它们不仅影响着国际关系和市场动态 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未来前景产生深远影响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了解这些发展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对于我们做出明智的决策和应对挑战至关重要 谢谢您的收看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下期待到五度简报